赢着光逆着风大步向前走,向阳而生是多少人在肖战身上见到对未来,对事业,对人生的态度,肖战告黑成功,网友关注,粉丝心疼,俗话说得好,兔子急了还咬人呢,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 即便肖战性格温柔谦逊,但他却绝不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,更不是一众看来老好人的形象,一直以来肖战告黑粉的事情都备受瞩目,即使没有引起太大的热议和话题讨论,但是每一个关心肖战的人也都会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和动态,天道好轮回,不是不报,只是时候未到,自以为可以侥幸逃脱法律,其实不过是在做最后的挣扎而已,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,每说的一句话,没做过一件事,即使自以为巧妙地删除拉黑,却还是能够留下曾经的痕迹,而这次肖战与姚某关于网络侵权这件事,更是备受关注,很多人都说庆幸,肖战是找的代理律师出场,而自己并没有本人出庭,一方面是时间不允许,再又是公众人物带去的影响力和关注,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但是,大家庆幸的一点, 却不是因为这,肖战告黑的这条路只是刚开始,后续还会有一些,大家在关注的同时也忍不住会想,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如此之大? 好在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,肖战告黑是一个新的起步,而他的事业也不断迎来新的阶段,好消息不断,在关注这些事情的同时,粉丝们也不忘对肖战的作品和角色,抱着高的期待。 肖战的古装都特别的有味道,或许是他自身的气质加上五官,对于古装造型的驾驭是相当给力的,谦虚内敛,才会塑造出如此与众不同的肖战。 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之一,努力迎着风奔跑,总有一天会到达阳光的底岸,笑着与过去挥别,大步向前,用行动用实力来证明自己。肖战自成一道光,肖战。